我妈把他亲弟弟当儿子养 舅舅吃我妈的母乳 我喝西米汤 但他不知道舅舅是天生坏种 他会毒死他养了七年的狗狗 把外婆卖给刚下葬的老头子 杰明婚还会酒后驾驶 将我妈撞成植物人 安然 你可不能眼看着你舅舅往火坑里跳 他是咱们家唯一的香火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今天必须拆散他们 不然就别回家了 再睁眼 我妈正逼着我去拆散那对野鸳鸯 双腿将麻 被车辆撞击的剧痛犹存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前世种种涌上心头 正因我听了他的话 拆散了舅舅崔浩和他那个混混女友 后来又拒绝崔浩的吸血 所以被他怀恨在心 最终将我撞死在成交无人的小路上 拖着断腿怎么也爬不出去的绝望 再一次将我笼罩 我垂下目光 关于前世 最后的记忆是匆匆赶来的我妈 她给了崔浩一巴掌 骂的却是知不知道撞死人要坐牢的 崔浩提出这里没有监控 从小崔浩吃他的奶 我只能喝些西米汤 从小崔浩是上天的恩赐 是他们家的香火 我就是赔钱货 我在打压与不公中长大 自卑缺爱 学会了顺从 可是后来我唯一的反抗 却换来那场要了我命的车祸 重来一次 我决定独善其身 做看他们的报应 我被逼着出门 去拆散崔浩和他的混混女友 走到台球厅里 这次我神色诚恳 我妈非逼着我来拆散你们 但我觉得你们特般配 能为了爱不顾一切 太酷了 周苗点根烟不太高兴 那是你姐还是你妈 管得那么宽 崔浩立马哄他 别生气他就一神精病 自己生不出儿子 整天在我这找存在感 等我回去跟他吵 当晚崔浩回家砸了一桶 要了五千块钱又走了 我静静看着我妈 他捂着脸 哭得肩头一耸一耸 哭过之后 他却又开始自我安慰浩浩这孩子 只是任性了些本性不坏 长大些就好了 而他眼中还没长大的崔浩 已经成年了 前世我妈藏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骗我打工工崔浩读大专 他认识厂里主任 把我的工资绑定了他的银行卡 厂里包吃住 每月四千五百的工资 他只给我留一百五十 我夜里饿得连包方便面都舍不得吃 可朋友圈里 崔浩晒了一双AJ就要上千块 而这次我去我妈床下 翻出了华清的录取通知书 那张盖有学校公章的纸张 明明没什么重量 却沉重到我两世为人才将能他握住 我当即翻出电话簿 给所有亲朋好友电话通知了一通 某某是我安然 我考上华清大学 特来给您报个喜 到时升学宴你有空一定要过来 具体的时间地点 到时我妈在通知您 我妈回来时 我已经将所有亲朋好友都通知了一遍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办了升学宴 我的升学宴上却写着崔浩的名字 我的名字跟在她后面 字体很小 我妈笑得满面春风 逢人就炫耀她那当亲儿子养的弟弟 别看浩浩考的是大专 这学校出来很好就业的 我家浩浩聪明 大学里稍微努努力 肯定能考个专生本 你说安然啊 有亲戚问起我 我妈语气淡了许多 是考上华清 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 读那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毕业了不还是得嫁人吧 时代不一样了 我妈撇着嘴反驳 什么时代 也是女孩子吃亏 她就是考了博士 不也得嫁人吗 亲戚们纷纷摇头 不再同她争论 我路过一桌亲戚 听见他们议论 谁家姐姐会对弟弟好成这样子 要不是俩孩子同岁 我都怀疑崔浩不是她弟弟 是她私生子了 崔浩来得迟 还带来了周淼 周淼穿了身黑色的机车服 化了浓妆 看见迎宾海报上崔浩的名字时 她瞬间变了脸色 升学艳她语调间隙有些刺耳 崔浩你他妈骗我 不是说好了一起进场吗 崔浩忙着表忠心 我是要跟你一起进场啊 谁弄的这破玩意 说着她冲上前去三两下 将写有崔浩二字的海报撕了粉碎 浩浩我妈跑过去拦她 别闹了这是你的升学艳啊 谁让你给我办升学艳了 崔浩当众好 听不懂话吗 我说我不念了 所有亲朋好友都看着我妈下不来台 只能轻声劝她 你想谈恋爱 姐不反对 但你也要为以后考虑 不能往火坑里跳啊 周淼脸色一差 周围亲戚们也起嘴巴舌地议论着 终于周淼一拍桌子 起身一杯雪碧浇在了崔浩头上 那一耳光特响 崔浩咱们玩完了 周淼转身走得很潇洒 崔浩想去追 却被我妈拦了下来 浩浩 浩你妈呀 崔浩骂了一声 顺手抄起一旁的白酒 泼到我妈脸上 她跟我分手了 现在你满意了 升学艳后 崔浩三天没回家 我妈每天在家一泪洗面 我从小把浩浩当儿子养的呀 小时候怕安然吃过母乳 就不肯喝米汤了 浩浩吃不完的奶 我宁肯留了都没喂过她一口 结果她现在为了女朋友当众骂我 还吵我泼酒被她哭得烦了 外婆煮着拐杖 骂到你害她被当众分手 她心里能没怨气吗 你养浩浩那也是应该的 你哥死得早 浩浩出生没多久你爸也走了 浩浩就是咱家的根 你不管她管谁 安然是丫头 早晚要嫁人的 我没再听下去 关上房门继续我的兼职 前世我在工厂里 用业余时间写小说 书还小火了一把 而今重生回几年前 我当初的成名作 现在全网都还没有同类型的书 题材新颖竞争也小 我有信心能把这本书写出成绩 崔浩撕了录取通知书 如愿跟着周淼进了场 每天发些朋友圈 都是她灰头土脸 看着镜头傻乐的照片 再配些酸不拉几的情话 真傻 不过我可没心思看她公然发情 每天都把自己繁琐 在房间里埋头猛穴 终于凭借着 前世积累的文笔 再加上新颖的题材 暑期两个月 我的新书火了小镇几十万 直接存进了银行定期 临近开学 我妈买些平时 她舍不得吃的车篱子 和草莓让我送去厂里 我去时崔浩不在 反倒是撞见了周淼 在和一个男人打闹 他没看见我 男人说了句什么 他整个人笑倒进了对方怀里 男人的手顺势摸在他屁股上 而周淼没有推开 我掏出手机全程录下 然后打车回家 把视频发给了崔浩 小舅你那么爱她 为了她连前程都不要了 她怎么可以对不起你 我真的好心疼你呀 消息发送成功 回家的出租车上 我自己炫完了一兜子车篱子 原来我妈每次省着攒着 只买给崔浩一个人吃的水果 也没我想象中那么甜 当晚崔浩慌里慌张地跑了回来 满身都是血他神情慌张 一进门就朝我妈跪了下来 结果伤人了 我妈也吓得不轻 人死了妈应该没死 她哭了起来 但有人报了警 结果会不会坐牢啊 我开门出去 带着哭腔关心道 怎么这么多谢呀 小舅那人要是真死了的话 你会不会被枪毙呀 刚被我妈扶起来的崔浩 又吓得双腿一软 跪了下去 外婆坐着轮椅出来 当机立断 跑 书分 她喊我妈快去给她收拾行李 多拿点钱 有多远跑多远 我妈倒还有点理智 还不知道对方伤得怎么样 这么跑了 会不会反而把事闹大 外婆用力拍着轮椅扶手 你看她身上的血 那人怎么还可能活得成 你存心想害死你弟弟是不是 外婆恨声咒骂着 我哭唧唧地帮着枪 就是要是枪毙了可就晚了 我妈忙跑去收拾行李 我哼哼唧唧地装哭 实则冷眼看着屋里的三人 一个活在旧社会的封建顽固 一个软耳根没主见的妇女 一个又蠢又坏的草包 我跟着我妈一起把崔浩送下了楼 然后回房间悄悄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吗 崔浩很快被抓捕归案 对方被她捅了三刀 肺部大量出血 勉强捡回一条命 外婆拄着拐杖带着我妈跑去警察局 闹腾了几番 却都被撵了回来 他们连崔浩的面都没见到 受害者家属咬死了不肯松口 要么直接判刑 要么一口价一百万补偿款 我妈和我外婆的棺材本加起来 估计都不到十万 俩人在家抱头痛哭 哭过之后又开始四处凑钱 怎么办呢 他们崔家就剩这么一个香火 可不能让自家的宝贝疙瘩 蹲十几年大牢 外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要不现在给安然找个结婚对象 要一百万彩礼 我妈看了我一眼 哇 谁家肯给这么高的彩礼呀 再说找个肯出钱的婆家 哪有那么快 浩浩也等不及呀 我心里冷笑着 我亲妈拒绝的原因不是卖女儿不行 而是觉得卖了也没用而已 两人打一天的电话 总共就借到两万八千 商量一番后 他们决定低价卖房 市场价进二百万的老房子 现在一百万就卖 挂牌后看房的人络绎不绝 一周就有人签了合同 房子卖了 钱转给了受害者家属 对方也按照约定签订了谅解书 而我这两位没什么文化的家人 这回才知道 原来有谅解书 崔浩还是要坐牢 只是行期少而已 我们三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站在楼下没有去处 我妈擦擦眼角 折腾了大半辈子 到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伸了的懒腰 拖着行李箱 拦下一辆出租车 你们慢慢哭把我走了 我妈一脸震惊 你去哪 学校啊 我笑眯眯的看着她 学校马上开学了呢 我住宿舍 你和外婆随意 外婆坐在轮椅上骂我 你看我一直告诉你女儿养不熟 这还没嫁人呢 就扔下咱们不管了 你养她这么多年 还不如养条狗 对我打断她的话 你把我妈养得就不错 你让她咬谁就咬谁 让她替你养儿子 她就养儿子 我妈铁青的脸 用学费威胁我 安然你今天要是走了 学费我不会出一分钱 生活费我也不会给 你的学费吗 我笑了笑 她还不知道 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 都还不够我现在一个月的稿费 我妈还想再说什么 外婆拦下了她 别管了让她走 用不了三天 她就得哭着喊着回来 求你给她拿学费 然而三天又三天 我妈还是没等到我服软的电话 她终于沉不住气了 安然电话接通 她的怒气都快溢了出来 我和外婆租的连厕所 都没有的小破屋子 你在学校倒是笑要快活 她埋怨 外婆说没错 养女儿真是百大 那你们再忍忍 等崔浩从监狱出来 你们就能接着养儿子了 你 我妈缓了口气 后来问我 你和妈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校外谈男朋友了 不然你就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哪来的 见我没说话 她当作了默认 对方条件怎么样 你也别太挑 对方只要条件好 舍得为你花钱就行了 至于年龄家庭什么的 都不太重要 我听出了她的前台词 只要肯定你花钱就行了 哪怕对方是个已婚的老男人 我攥紧了手机 嗯 她说准备了上百万的彩礼 我妈声音陡然拔高 真的 人家没提别的要求吧 提了 我漫不经心的盯着屏幕 人家就一个要求 丈母娘活着的不要 要不你有空去死一下 接着我在她的怒骂声中挂了电话 并顺便拉黑了对方 崔浩出狱时已是两年后 这两年我和家里切断了联系 专心学习写作 拿了学校的奖学金 写的书也成绩斐然 然而周五晚上 我和室友买饭回去时 却被我妈堵在了校门口 两年不见 她瘦了也沧桑许多 可我却半点不觉得心疼 有事 我妈拎着两多零食和水果 一脸殷切地递了过来 安然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 我眉睫扫了一眼 都是些过去她买给崔浩 我眼馋却吃不到的 原来过去我的那些艳羡和妻季 她都知道 身旁的室友琪琪问道 安然这位是 我是她妈妈 我妈抢着硬生 并将水果和零食强行塞到了琪琪手里 这些你们拿回去 同学们一起吃 她并搅多了许多白发 一脸讨好的笑着 不明就里的室友感慨着 哎 你妈妈对你好好啊 我笑不于 那是因为她还不知道 面前这个面容沧桑的女人 心里究竟打着什么样的主意 果然我妈很快便沉不住气 直奔了主题 家里托人给你找了个相亲对象 家里条件特别好 你看你什么时候回去见见 琪琪惊呼相亲 阿姨我们才大三 您就给安然安排相亲 会不会太早了点 你不懂我妈看了琪琪一眼 你们现在年轻 有资本尽早和男人家里谈好婚约 这样才不会吃亏 不然等过了三十岁 女人就不值钱了 琪琪咬着唇反驳 阿姨您也是女人 您这话不是把女性误化吗 而且婚姻又不是交易 好好好 我妈打断她的话 阿姨不跟你争论 等你以后就明白了 说着她转头看我 安安听话 妈妈不会害你的 这周末跟妈回去见个面吧 男方虽说离过一次婚 还有俩儿子 但家里包工成的 还有套大别墅 你嫁过去肯定想服 我听了好笑 离婚带俩娃 我妈搓搓手 自己说的都有点没底气 琪琪惊呼 阿姨您真是疯了 她将零食又塞了回去 替我抱不平 四十多都能当她爹了 琪琪握住我的手 我们转身想走 却又被她拦下 安安劝说不成 她眼睛一红 可怜兮兮的来拉我袖口 又开始卖惨妈 也是没办法了 你小就要结婚 对方嫌她蹲过监狱 财力一开口就要四十万 妈就是搭上棺材本 也拿不出来啊 你老爷和大舅死得早 浩浩是咱家的独苗 你不能不管啊 见我无动于衷 她又开始耍赖 同学们快来看看 这就是你们学校的高材生 辛辛苦苦养她二十年 到头来她一点不知感恩 扔下我和七十多岁的外婆不管 我养了白眼狼啊 说着她竟当众朝我跪了下来 道德绑架这一套 她早已用的熟练无比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她是想用舆论逼我同意 琪琪瞪着她 明明是你 我拦下琪琪 然后也跪了下来 妈我掐了自己一把 瞬间疼得掉下眼泪 你自己把弟弟当儿子养 但不能把我卖给 黎一带俩娃的老男人啊 我大学还没毕业呢 你众男轻女我不怪你 但你别再逼我了 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嘛 舆论瞬间反扑 闹了半天是卖姑娘呢 都什么年代了 最讨厌众男轻女了 还是个一把年纪的伏地魔 跪着做什么呀 回家去跪儿子好了 言论生生将我妈淹没 她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没讨到什么好处 兴兴的爬起身走了 临走时还不忘拎走 那两兜子零食水果 周末有人加我微信 通过好友后 对方很快发了消息 你好我是崔阿姨 介绍来相亲的 我发了条朋友圈 这个应该是未婚 本想直接拉黑 可想到以我妈的性子 这种事应该还有第三次五六次 于是我一边附和的回了几句 一边去某宝买了假的纸张证明 安然女22岁 不孕不育诊断证明发去 对方一直没回复 再发消息 一起提感叹号 当晚我想方设法 加了老邻居林大爷的微信 我出生不久 我爸便因为受不了 我妈的伏地魔本性离婚出了果 林大爷相中我妈多年了 而且林大爷也是个不错的黄昏恋人选 人丑较臭 还有点小钱 爱喝点小酒 酒后还爱朝着枕边人挥两拳 我站了一晚上 林大爷兴高采烈的决定 第二天带着存折去我外婆那提亲 为了看戏 第二天我专门回了趟家 果然林大爷带着存折来访 还学着浪漫 买了一束花黄彤彤的菊花 我妈收花时脸色铁青 外婆却很高兴谈判很顺利 外婆收了20万彩礼 答应了第二天就让我妈去和她领证 林大爷临走时害羞一笑露出满嘴黄牙 关了门我妈开始抱怨 妈您这不是卖女儿吗 我在旁听的有些想笑 外婆重重煮了下拐杖什么叫卖 你不总是说浩浩就是你半个儿子吗 儿子结婚你总得付出些吧 再说你都这年纪了 还讲究什么多少黄花闺女 彩礼都谈不到这个价呢 周淼那边怀孕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办婚礼 宝子们插一个题外话 真的会有这样的妈妈吗 花花奶奶的三观快要碎了 正文继续 让她踏踏实实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我妈被说服了 那晚崔浩被叫回家来 我妈握着她的手连连哽咽 姐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你以后就踏踏实实过日子 别让姐失望啊 崔浩一边敷衍着 一边用手机飞快打字 我从身后路过 撇了眼手机 名为老婆的对话框里 崔浩正在输入宝贝 财礼有着落了 今晚带你去吃日料 我妈和林大爷领了证 二十万打款到账 很快就被转到了周苗卡里 两天过后 我便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她哭得伤心毛毛死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艺紧 毛毛不是丢了吗 毛毛是我妈养了七年的狗狗 感情很深 应该也算是她半个儿子 因为知道崔浩会将她活活摔死 所以我偷偷把毛毛送人 对家里说是毛毛自己跑丢了 本想着这样便能救她一命 可是不成想 毛毛自己从领养人家里逃走 十几公里远 硬是自己一点点找回了家 电话里我妈哽咽着讲述 昨晚浩浩带女朋友回家吃饭 毛毛刚回来 身上有点脏 她凑过去蹭了周苗的裤脚 对方却哭着喊着说 弄脏了她新买的裤子 然后她乌夜哭着 然后浩浩就去厨房拿菜刀 后面的话她没说下去 我也能猜到 喝了酒的催号 把那个一路跑回家 蹭过去讨好她女朋友的狗狗 用菜刀剁了这个畜生 我妈发了朋友圈几张毛毛的照片 并配问妈妈对不起你 我看了好一会忽然有点想知道 前世的她 在我死后也会这样发朋友圈忏悔吗 午夜梦回 她会不会也想起惨死的女儿 心疼的睡不着觉 她是不会吧 我忙着大四十席 很少在李家里那些破事 偶尔接到电话 也都是我妈在抱怨 抱怨外婆逼她从林大爷那里要钱 抱怨林大爷喝了酒总是打她 我静静听着 默默安抚自己那颗 以千疮百孔的心 前世那些苦 都是我来受着的 被吸血的是我 被逼着嫁人的是我 被酒后家暴的人统统是我 他们都是利益既得者 所以说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真不扎在身上 永远都感受不到痛 周淼临近预产七十 崔浩沾上毒瘾 确切些来讲 还是她带她入圈的 两人将二十万彩礼钱输得精光 没了赌资 崔浩开始回家要钱 最初只要三五千 后来张口就是上万 林大爷条件不错 但也经不住他这么讨钱 没几次便发了火 把家里存折从我妈那里收了回去 酒后越想越气 还把家里砸了一通 我妈在出现时 额上缠着白纱布 外婆问起 她直无着说是自己不小心磕到了桌角 再然后我妈就找上了我 安然你实习了 也该给家里拿点钱了 你和浩浩一同长大 总得念念旧情吧 彼时我正忙着书记出版的事情 念旧情好啊 我将手挡在额上 遮了些阳光 是念她小时欺辱我 还是想你这些年重男轻女的偏心 我妈被我堵得一致 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以后你就知道 你一个女生没有家 身边也没个男人 日子会有多难过 我笑起码比你 累死累活给人养了二十年 儿子要强 电话被挂断 耳边一阵盲音 外婆去世了 得知消息时 表舅在电话里焚声道 二姨是被那畜生害死的 听说她赌输了钱 回家要钱时吵了起来 她摔门要走 二姨去拦她 结果被她一把推开 头撞到桌角 就这么没了 我回家时 屋里已经设了灵堂 我妈跪在外婆一向前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她还是选择原谅 提起崔浩 她仍是一副纵容的语气 浩浩还小 她也不是故意的 她刚从狱里出来 不能再出事了 黑白照片定格了 外婆的英容相貌 老实来讲 我毫无感觉 这不是我第一次 送走外婆了 我还知道 几天后崔浩会为了钱 将外婆的骨灰 卖给一个刚死的老官夫 我不打算阻止 就像她无数次 任凭我妈偏心 不曾阻止一样 我妈接连几天梦见外婆 便去了趟墓园 却发现骨灰不见了 细问之下 才知道城西流村 有个刚下葬的官夫 为了侄子一辈子不曾婚配 侄子孝顺 担心她黄泉路寂寞 花两万块 给她买了场明婚 对象就是我刚去世的外婆 我妈跑去留家大闹一通 却也没讨回外婆的骨灰 那家人更狠 将两位老人的骨灰掺在一起 共同下了葬 便是分也分不开了 跪下外公坟前 我妈第一次打了崔浩 你连七妈的骨灰都肯卖 想没想过 咱爸要是全下有之 该怎么看 巴掌声很响 然而下一秒 我妈便被他踹倒在地 崔浩用舌根抵着塞瞪他 真把自己当我妈了 你凭什么打我 他点根烟 毫无顾忌地打让了他什么全下有之 人都死八百年了 老子才不信那个 说着他用脚尖踢了踢外公的墓碑 是吧老爹 挡了下烟灰崔浩转身就走 自始至终 我都在暗处看着未曾露脸 说了独善起身 我就绝不让自己再卷入这些是非中 周淼生了儿子 七斤四两白白胖胖 可把我妈弄坏了 他这人向来是忌吃不忌打 哭过几次就忘了 崔浩上次对他动手的事 主动翻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伺候周淼坐月子 我时常能收到他的消息 安安孩子现在特别能吃 你这做姐姐的总得有点表示吧 买两箱奶粉吧 林大爷他侄子最近离婚了 家里几间商铺 而且有孩子 不用你生 你们挺合适的 妈帮你约 明天出来见见吧 我上次买的那张假诊断书 所有人都当了诊针 之后我妈便开始帮我留意 有钱有孩子的相亲对象 林大爷的侄子杀过人那个 我笑而不渝 前世总是无比渴望母爱 所以我总是努力完成他的要求 想着这样他就会爱我一点吧 哪怕一点 可是没有 他的爱永远都寄托在了崔浩身上 从不会云给我哪怕一点 崔浩辞了工作 每天醉生梦死的赌博 周淼泽每天出去玩 夜不归宿是常事 有时回去身上还带些暧昧不清的痕迹 两人整日争吵 我妈独自在家带孩子 还要应付频频催她回去的林大爷 日子鸡飞狗跳 而我实习期过 我去了京城的出版社工作 切断了和所有亲戚的联系 没人知道我的现况 包括我妈 崔浩就是个天生坏种 任何人和她走得近了 都会没人性 重生后的我知道 再过两年 京城就会出台限购政策 房价也会就此水涨船高 于是我用这两年血稳存的钱 首付买了三套房子 坐等收租 我妈又往家族群里 赚了毒鸡汤 女儿都是白眼狼 寒心如苦养大 一盆水就泼走了 她往群里发了张我小时的照片 哭诉一年了 安安失联了一年 不肯回家 也不告诉我们她的住处 我当爹又当妈的养了她这么多年 结果呢 现在翅膀硬了能挣钱了 我一分钱都没花到 我一边喝茶 一边当的笑料看着 去京城后 我换了新的微信和手机号 过去的微信倒也留着 偶尔登陆刷刷群聊和朋友圈 也算是个消遣 群里向来热闹 我的几位姨妈纷纷附和 就是养了这么多年 最后连生妈都换不回来 老话说的没错 还是养儿防老啊 吐槽过后 我妈又心甘情愿地去给崔浩带娃 然而她发去群里的照片 孩子白白胖胖 五官渐渐长开 却半点不像崔浩 我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视频 崔浩跪在她和周淼面前 拼命扇着自己的巴掌 我混蛋我不是人 姐老婆你们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以后保证不赌了 求求你们了 再帮我一次 再不给钱 他们会要我命的 姐她朝着我妈重重磕头 姐咱妈年纪大 从小都是你在照顾我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把你当做亲妈的 视频里我妈瞬间红了眼 姐您不能不管我呀 我妈瞬间松了口 快起来姐帮你想办法 你知错能改就好 以后别再赌了 视频过后 我妈又发了个欣慰的表情 这次浩浩是真的知错了 只要她能改 以后的日子就都是崭新的 群里又是一通复合声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浩浩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进步 浩浩是个好孩子 就是走错了路 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 你老了可就指着浩浩了 我妈发了个开心幸福的表情包 接着又问到姐妹们 能借我点钱吗 等浩浩找了新工作 我们挣了钱马上还你们 刚才还热闹无比的群里瞬间进了声 直到晚上都再没人说过一句话 我妈给我打了几十通电话 我都没接 最后她发了一条消息好 我就当没养过你这女儿 等你在外面吃亏 别哭着回来求我们 我笑笑退出信息页面 给新租房的小姑娘发条消息 你刚实习也不容易 每个月房租再少一百吧 小姑娘很惊喜 发了一连串的感谢 怯生生的模样像急了前世的我 半年后 我时不时的收到一些催债短信 然而欠债人的名字却不是催浩 而是催淑芬 我妈看来她四处借钱无果 没少帮她贷款 也就只有她会相信催浩能改吧 相信毒狗会改的人非蠢即蠢 闲得无事 我又登了个微信 家族群已经解散了 最后的聊天页面 还是我妈在卑微借钱 点开我妈的朋友圈 再没了晒娃 也没了各种控诉女儿不好的毒鸡汤 随手一翻 全是一些中老年文案 落叶之秋落难之友 一个人只有落难的时候才知道的真相 当你风光的时候 身边全是兄弟 当你回乡种地的时候 亲兄弟都当你是陌生人 再往上翻 忽然刷到她新发的朋友圈 可怜的宝贝 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佩图是在医院 催浩一岁多的儿子躺在病床上 恨不能替她受罪 本以为是一场高利贷上门催债的闹剧 却不曾想还炸出了一场伦理剧 亲戚们建了新的家族群 许是知道我和家里断了关系 还顺手把我的旧微信号拉进群 让我也吃了一个劲爆瓜 那孩子根本不是催浩的 这不孩子受伤住院了吗 不知怎么发现了血型不对劲 浩浩和周淼都是A型血 哪能生出个AB型的孩子来 浩浩都快气疯了 皮着菜刀 说要亲手去剁了周淼和那野种 结果在医院门口就被保安拦下来了 群里讨论热烈 还是我陪着二姐去警局交了罚款 把浩浩保释回来的 二姐当场给了浩浩一巴掌 结果你猜怎么账 那个畜生直接还手了 一边把二姐按在地上打 嘴里一边骂的都怪她 说要不是她前两天不答应给林老头骗保 高利贷不会过来要债 她家就不会散 我当时就把她拉开揍了一顿 自己想闷声当个绿毛龟 还要赖别人 群里吐槽声一浪高过一浪 直到有人提起我 现在看来 也就安安是个聪明的 这种家庭离得远远的就对了 搞不好就把自己也拖累进去 就是我早就觉得安安是个有处吸的 咱们这小城有几个能考上华青呢 我始终在屏幕外 做一个旁观者一言不发 而这些连声夸我的人 都是当初在群里附和着 说声女儿没用的那些 傍晚下班 我在阳台主查时 忽然收到一通陌生电话 为对面沉默两秒 缓缓出声 安安 在没了过去的尖锐与强势 他声音嘶哑 叫名字时带了几分小心翼翼的讨好 安安你先别挂电话 他抢到我挂断钱出声 妈妈好不容易才打探到你的电话 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 轻声哽咽着 妈妈刚刚去牧原看了你外公 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 妈妈错了 真的你外公外婆思想都封建 从小我就被他们灌输思想 男人是天儿子是香火 女儿是早晚嫁出去的赔钱货 你大就在事实 家里处处都以他为主 我慢慢也习惯了这种思维 后来村里向我生了个女儿 反倒你外婆老来得子 还生了个儿子 外婆就说我帮她把浩浩养大 以后浩浩也算我半个儿子 我她哽咽难言 也不知是后悔 还是自己都难以启齿 那边有风声吹过 我妈深吸一口气 我把浩浩拉着打 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了她 可她不是亲生的 再怎么有血缘都没用 我听得厌烦 正想挂断电话时 却忽然听见了汽车的轰鸣声 接着是我妈的尖叫声 尖锐刺耳 一声闷响 像是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愣了下 叫她你还好吗 无人阴我 听同另一端 只有呼啸的风声 过了几秒 我隐约听见脚步声 再接着响起的是崔浩的声音 解我把周淼杀了 孩子也让我捅了一刀 不知道死没死 我完了我一辈子都完了 我听见我妈哭着问她 为什么我明明一直在帮你 为什么崔浩笑声 和着风声响起 愈发癫狂 因为你害了我呀 你毁了我一辈子 你知道吗 你不是总说把我当儿子养吗 为什么要让我和周淼 那个贱女人在一起 为什么不逼着我上大学 我经常做的活又累又枯燥 如果我上了大学 毕业一定能坐在办公室 拿着上万块的月薪 我开始赌博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把我关在家里 笑声哭声混杂着凛冽风声 我没再听下去 挂断电话报了警 崔浩天生坏种改不了 前世她将一切归咎到我身上 开车将我撞死 而今我与家里断了关系置身事外 要承担她怨对于恨意的人 自然就成了我妈 我抿了一口茶 有点难过但不多 毕竟都是她自找的 崔浩因杀人罪入狱 杀死周淼重伤孩子 又开车将我妈撞成重伤残疾 因情节恶劣 崔浩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听说开庭那天 她在法庭上大闹 喊着这些都不怪她 怪周淼怪她姐 没有把她引上正途 而她口中的姐姐 因为那场车祸截肢 落了残疾 还昏迷了好一阵子 林大爷虽说酒后爱动手 倒也算是有良心的 在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离婚时 她反倒将她接回了家 邻里亲朋都夸她重情义 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去看过她一次 哪怕她曾疯狂的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都从未有过心软 因为我总会想起前世 当无辜的我拖着断腿 艰难的朝她爬过去时 她偏开了目光 为了保护自己的侄子 她将女儿抛在了那个气非寒冷的夜晚 任寒风卷走她身上最后一丝体温 这样的母亲 我为何要心软 家族群里潜水又见他们发视频 视频里的人正是我妈妈 她最爱护的长发被剪成了寸短 且长短不一 脸颊瘦的凹陷 目光也浑浊了许多 镜头再往下 她腰部以下空空如也 林大爷正在为她吃饭 米饭上淋了些酱油 满满一大勺塞进了她嘴里 还没咽下 又是一勺饭堆了进去 噎得她满脸通红 陆视频的表姨忍不住说了声 林大爷瞬间将满重重一放 嫌我管得不好 那你接走 表姨瞬间不说话了 视频发出 群里唏嘘不已 没想到二姐那么傲气的人 最后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看着还怪可怜的 就是她现在恐怕是生不如死吧 可不是吗 陆视频的表姨在群里又发了消息 我给她买了些牛奶糕点送去 临走时她拽着我的手哭着说了一句 她现在还不如死了算了 但那林老头把她看得很严 不让她自杀 就为了她那每月三千块的退休金 两人当初扯了正 只要她活着 林老头就能领每月三千也不少了 议论声仍在继续 我却退出了群疗 并注销了那个就微信 我今天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一步步拼出来的 我没办法原谅 也不想和过去和好 住院部最近又送来的病人 五十来岁双腿截肢 他男人时刻守在病床旁 却看起来和他并不恩爱 凶巴巴的帮他擦药粗鲁不已 女人看起来挺可怜的 也没见他儿女来看望过他 每天都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头发乱蓬蓬的 精神似乎也出了些问题 总是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 一看就一整天 那双眼如同枯颈般浑浊暗淡 直到有天 病房的电视里 播放着新近青年作家安然的节目采访 穿了条浅色裙子知性温和 面对镜头时从容不迫 主持人询问他 总有读者对您的家庭好奇 能和大家讲讲你的家人吗 镜头前安然轻声笑笑 轻描淡写的将话题转开 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 但我很幸运 能遇见这么多喜欢我的文字 与我灵魂契合的家人 主持人也没在追问 病房里女人死死盯着屏幕 突然激动的和左右病床的病友 介绍了起来 这是我女儿 我女儿是大作家厉害吧 她呵呵笑着 却忽然又掉下眼泪来 眼底那么骄傲的光彩 渐渐转为悔恨化作眼泪低下 她是我女儿啊 可是现在似乎不是了